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接了黄榜 以翼应目 他有底气这么做 因为他的父亲 凯复 是传奇的木工行业的领头人 深得家族手艺真传的他 有自信可以设计出让皇帝满意的宫殿成员 他的设计理念很简单 大巧不公 居中为尊 毕竟是皇上住的地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这座宫殿里的每一角 每一楼 都要衬托出皇权至上 他的助手有点不解 居中为尊这个想法非常好 但您怎么落实它呢 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 放下手中的规矩 想了一会儿说道 我要用一条从南到北 一字贯穿的中轴线 来体现这个居中为尊 他的助手更加疑惑了 一条线 怎么就能把师父的理念 体现出来呢 你看 这条中轴线连接着南面的五门 和最北侧的玄武门 中轴线由南至北横川宫城 串联起最主要的建筑群 三大殿 后三宫和玉花园 在中轴线的左右两侧 对称排列文华殿和五英殿 东六宫和西六宫 我这是用中轴线表现出 宫城的对称性 再利用左右两侧的对称性 把臣民的朝拜焦点 集中在整个宫城的核心宫殿 太和列 这就是万岁爷 无上尊崇核心之地 这也是我想表达的居中为尊 说到得意处 年轻人便收不住话头了 不同于中国园林 较为婉转的建造方法 皇帝的宫殿 一定要凸显盛世极权 在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建造创意中 对称美往往被工匠 利用来彰显一个事物的 至高无上性 而这个中轴线 不过是帮助观摩者 按图所记罢了 它会顺着这条中轴线 从五门一直看过来 最终把目光停留在那个中心宫殿上 说吧 他用手指用力地点了点 图纸上的中心点 自豪地笑 快师傅的想法 果然受到了明成祖的高度认可 快师傅也就成为 这座宏伟宫殿设计思想的提出者 快师傅独具匠心地利用中轴线的对称性 把这个皇家宫殿设计得气势辉弘 规整精巧 使故宫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 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故事要指 故宫宏伟精巧 包含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美学意味 在中国人审美意境中存在着对称美的概念 这个概念虽然用来表达在皇家宫殿上 用来突出皇权的威严与神圣 但故宫的中轴线设计 正是中国人对称美学的生动再现 同学们好 这次课与以往不同 我们要通过建在中轴线上的皇宫的段落 贯穿一下我们之前教授的知识点 这里包括交流感 停顿断句和重音的体现 当每次课我们单独讲一个知识点的时候 它可能是无法单独拿出来 说得更加纯粹和更加透彻的 因为这些知识点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这节课我们把这些重点都融合在一起 我想大家会对朗诵故事有新的宏观认识 这也能很好地检验出我们的学习成果 首先我示范全篇让大家做整体了解 你看这条中轴线连接着南面的五门和最北侧的玄武门 中轴线由南至北横川宫城 串联起最主要的建筑群 三大殿 后三宫和玉花园 在中轴线的左右两侧 对称排列文华殿和五英殿 东六宫和西六宫 我这是用中轴线表现出宫城的对称性 再利用左右两侧的对称性 把臣民的朝外焦点 集中在整个宫城的核心宫殿 太和殿 这就是万岁爷无上尊崇核心之地 这也是我想表达的居忠为尊 这段话是年轻有为的快师傅 对自己助手的讲解 快师傅与助手是故事中的人物 即形成了对象关系 他们之间的对话交流 在这一段主要是快师傅在说 他表达的很耐心 很周详 娓娓道来 调动了他的助手和听众们 有想听下去的愿望 从节奏的角度讲 我运用的是雨流烧快的方式 与世上扬 快师傅对于自己的设计介绍 表现出自信 兴奋 透露出喜悦的心情和欢快的情感 让人心持神往 怦然心动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节奏中的第一种类型 轻快性 我们具体讲解语言节奏 是在第一季的第五课中 同学们可以自行回顾一下这个知识点 接下来说到停顿 快师傅这段话因为有大量的宫殿名词 以长句子呈现的形式较多 因此这一段的停顿除了在文字中 有标点图号的地方停顿 还在主人公表达的层次意思上 有逻辑停顿 来看这一段 我这是用中轴线表现出工程的对称性 再利用左右两侧的对称性 把臣民的朝外焦点 集中在整个工程的核心宫殿泰和殿 这一段对话要有强调出对称性这个词 所以具体如何体现对称的呢 要分开说清楚 因此在两侧的对称性可以稍作停顿 也有展开来说的意思 随后就表达出把臣民的朝外焦点 放在了工程的核心宫殿 停顿得当才能使人听得清听得懂 不能因为逻辑停顿得不恰的 而让观众产生错误的理解 最后一句话 这就是万岁爷无上尊崇核心之地 这也是我想表达的居中为尊 这句话要突出无上尊崇核心之地 还有居中为尊 这里的重音叫情感重音 因为这两个词的重音突出 充分表现了主人公对皇室宫殿设计的高尚理念 也说明皇室家族在快师傅这样的普通人心中的地位 同学们 把知识点串联在一起 你是不是可以更加营运有余地讲故事了 希望大家大胆做尝试 因为朗诵中的很多要点 是需要我们自己摸索形成风格 不一定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但是故事整体听起来 一定要合理 真实 投入 相信你们可以驾驭这些知识点